第十一屆亞洲杯外圍賽 大家收聽無線電視 在香港大球場現場直播 第十一屆亞洲杯外圍賽 第二組的賽事 香港對中國 經過兩場賽事之後 中國和香港形勢上 不同的地方 中國的德式球稍為佔優 假如香港想去 阿聯流踢決賽 今天只可以擊敗中國 這條路可以走 不過賽前一般認為 中國的機會高很多 但相信香港球員一定要努力 我們也期望 香港球員如果萬一輸球 都要輸得很好看 我們先看看場面的情況 現在大家在營光網上 看到的是 香港隊的球員和中國隊的球員 雙雙並排出場 這場賽事 很快展開各族 白衣是中國隊的球員 紅衣是香港隊的球員 現在並列首先兩位觀眾時宜 歐楚良 六號的黎兵 四號的范志毅 二號邱建威 今天香港隊的把關 仍然是用 陸家榮 是把關的 六號 胡錦輝 七號 歐偉倫 九號 三道士 好 香港隊的隊長 李健和 和中國隊的徐宏 十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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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號 現在雙方隊長 就是 澤豪 陳子江 後面球員 一號 中套 二 四號 大家看到 現在香港隊 拍一張全家福 也看到香港隊 今天出場的正選 陣容當中 現在 這邊看回中國隊 十號郭海東 這個球員 目前入了四球 十五號 看看雙方的出場陣容 香港隊方面 十七號 陸家榮 二號 優健威 三號 陳偉超 五號 陳志強 六號 顧錦輝 十六號 李健和 十六號 岑國培 以及十八號 陳子江 至於中奧隊方面 今天爬出陣容 20號 歐楚良 二號 魏群 三號 我所記憶 他們在1994年的亞運會 亦都大致是這個陣容 這位是日本陣的球證 小川佳實 負責今天的執法球證 另外兩位旁證 是來自斯里蘭加 和泰國的旁證 賽事 雙方球員已經準備好了 接下來的90分鐘賽事 我相信對於中國 香港都非常重要 首先發球的 首先開球的 就是白色衫的中國隊 現在見到 十號的郭海東 和三號的高峰 兩個在這裏 郭海東在今次的賽事裏 有很多入球 騎士 黎兵耿耿 也是射手 這場賽事 展開國族 現在見到 十七六的鵬尾國 張開比喉 再扯過來右手 接著二號的魏群 給他前面 不能去 過去都不能去 給魏群 魏群又再扣後多少 扣給中路手上的范志毅 再駁過去左邊 現在見到徐宏拿到球 好 扯過來左手 這個地球 給了前面 馬明宇 馬明宇假腳 李健和逼過來 他沒辦法 唯有把球 你又猜到中間 給了范志毅 范志毅 唯一的過頭球 高球球過來這邊 好可惜 郭海東 就是越位在先 這邊的韓正 已經搖了旗 說郭海東 已經是越位 禁區外面 香港隊 得到一個自由球 給了優仔那邊 不行了 現在有人佈著位 又不敢給顧錦輝 唯有退後 再大腳都開過這個自由球 第一球高球 掛到前面 彭偉國 一頂 頂了球到這邊 下進去 淋冰淋冰 給過來中間 接著馬明宇 扯過左手 扯過左手 江峰 一個地球 哎呀 自己幾乎踩一波 香港隊的球員 拿到球 現在李健和拿到球 他直線彈過來這邊 不夠力 最後都口 陳強 給了巴貝利 直線到陳之江 想滑去 在俄眉椅 想突入 但是被凡志毅 快一步 這個就是徐宏 快一步 拿到球 現在看到郭開東 給郭開東 給郭開東 接著見到老將 郭錦輝 坐下 踢出球 踢出底線外 踢出橫邊界外 香港隊成員 只得一個 郭錦輝 參與過五一九之役的賽事 都說了十年前的事 你看魏群 這個魏群 扔球隊友 給回魏群 好東西 勾腳 似乎沒有錯了 陳之江勾勾魏群 球證吹罰 罰球點 在邊線旁邊 左右 得到一個自由球 這個中國隊 再看看萬鏡是勾到 整個勾起 應該吹罰的 這個球 看看怎樣處理這個佛球 現在看到彭偉國 準備開這個佛球過去 看著黎兵 黎兵的頭脫頗厲害 斬斬到這邊 撐過來中間 幸好 因為兩場那分鐘 在斥武生用那些人 變動很大 斬過去 這個球 這個球 陳之江推人推 不過有他 剛才說得益規條 繼續 給回右邊 高峰在右邊 北京國安隊的球員 送進去中路 彭偉國起了腳 好在 好在 這個球 後衛刪得好 岑國培這個球 刪得好 如果不是 這個球很厲害 控制 射程很近 距離很近 我不肯定 龍門 陸家榮 會不會救得出 如果這個球 是刪不到的話 我想會輸的 會輸的 幸好 岑國培 剛剛把球 擋了出來 球開出 遠處有兩個 中國隊的球員 江峰再送上去 沒有問題 這個球沒有威脅了 陸家榮 可以把球 慢慢帶回前些 下一步 可能把後防球員 壓上些 2號的藝群 吃了一面的黃牌 實際上 對這個球員的心理 繼續下去比賽 影響很大 起碼在埋身 五波的時候 他可能會有少少保留 這樣便會益了 我們香港隊的快翼 陳子剛 在中場 剛剛好 見到彭偉國 回來拿回廣東球員 中間重新組織 明明看到 中國隊的控球能力 比較強 邊線被魏群 魏群壓著上 高峰撞到魏群 香港隊也是很聰明 縮回了半場 在半場做了很緊密的防守 李健和等等都縮回後面 現在前面見到 李鴻君 左方的球員 遲遲踢不出 李健和迫逼他 送給范志毅 范志毅這場打回後面 現在香港的觀眾 對中國隊這樣的踢球 暴以虛的聲音 但是看好 過球過來 看看誰能夠頂 回來顧錦輝 先頂出球 顧錦輝 十年前 519打防守中場 今時今日 他又被邀請 再重新加盟香港隊 打清道夫的位置 李鴻君 屬於 吉林的球員 好 李鴻君出界 狂青說 這是香港隊 應該 只不然 全場的觀眾 拍掌 今天 陽光普照 入場的人數 都接近 2萬人 守門員 陸家榮 陸家榮 其實過去兩場 表現都不錯 但是 所受的考驗 不是那麼大 但是 在香港 陸家榮 由於打南華會 長期做威娜的後備 但是 這次 他表現不錯 這個年輕人 是值得再賠的 開這些山球 開得好 開很大腳 去到這個山道先 起腳 哎呀 這個球 我看他應該是射 是否射中巴貝利 還是射中 射中 中國的球員 可能這球射中 徐宏 彈了之後 就成為國球 香港隊 在這個時候 其實是 比賽了七分鐘左右 也不是一面 全面 是退守 也有一個射門 看到剛剛 山道士的射門 踢得 都算積極 現在 兩個人 進去 看看這個 陳子剛和山道士 應該比山道士 就踏定 陳子剛再去 都不頂了 這個球 一比 對 陳子剛再送 哎呀 這個球 中間沒有人 巴貝利走進去 這邊 優健威頂得不太好 後面顧錦輝到了 顧錦輝這球 一腳撐上來 歐楚良也看到 那個球 沒有威脅 所以被那球漏出界了 其實中國隊這一支球隊 就在十一月 已經開始 備戰這個 亞洲盃外圍賽 在這個 昆明等等地方 集訓過 跟香港隊 在比賽前 五日 才成軍 那個 情況 完全不可同日而遇 加上這班 中國隊其實 都合作了一段日子 在亞運會 下亞軍 大部分 都是以這一班 骨幹的球員 當時亞運會 輸給烏哲別克 剛剛見到 陳國培中場 有一個犯規 彭偉郭 就在這裏 彭偉郭 就是 一刀刀刀在那邊 用高空攻勢 看看怎樣 哎呀 這邊一轉轉的時候 就頂不出來 唯有去了邊線 李鴻鈞在這邊 接應 見到再側過來這邊 馬明宇 馬明宇壓下去 沒用 優健威一掘掘下去 看看球證 球證吹佛 球證這樣手指 應該罰了個馬明宇 這個球應該 對嗎 馬明宇跌下去 他手球 所以這個球 這個小川先生 這個小川佳實 日本的球證得很嚴 我們看這個球 馬明宇壓下去的時候 優健威一踢的時候 踢中 踢球 所以沒有犯規 然後馬明宇下去的時候 就中 但是顧錦輝後面 馬明宇 借椅 抽一點水 這個球 再撞出來 反正正一搖搖過來這邊 仍然中間落回中國隊的腳 再扯過來這邊 看看高峰拿到 還是超仔拿到 彈地高峰拿到 一級 握不到超仔 超仔 這個球出界了 超仔在銀牌決賽 那場表現出色 再獲誰清 再度入選香港隊 趨罰陳偉超之下 現在就是彭偉國 準備看中國隊 開這個罰球 不斷採取高空的攻勢 中國隊 又斬過去了 頂到 這個球好險 頂到 標上來頂球 中路手上的范志毅 頭錘頂完間 頂到 剛剛斜出 再看看慢鏡 范志毅頂這個球 很有機會 升起來 頭錘做到 剛剛在柱邊 出了底線 還有一次慢鏡看 范志毅 升的時間真的升得很漂亮 一升起來壓著對方 跟著頭錘側壓 再扔過去 斜出了少少 現在看到 退後的范志毅 今場球負責 扯著巴貝利 好 陸家榮 先開出球名球 跟著又見到 魏群頂了出來 陳偉超 敲一頭 山道士一頭頂下球 給了陳子剛 陳子剛怎樣 不能去 給後 超仔 超仔給過來巴貝利 頭錘給山道士 山道士 繞過大圈 有人刀 總之被人踢了 但是不怕 超仔補回腳 大力的頭 這個球 進了禁區裏面 被勾楚良 很容易沒收這個球 隨手滾出來了 滾出來 馬明宇 帶了程之後 用右腳踏傳 又是高波 高空攻勢 陸家榮出來了 好 這球是陸家榮 打出信心了 已經 飆出來 拿了一個球 很穩陣 沒有人 馬上把地球 給了顧錦輝 顧錦輝 拿定 行真 錢多死 審賠沒人 很輕易拿定 再給山道士 現在山道士 叫炮 高波 巴普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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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頭上 陳志光 用心押押 被魏琴叫了個球 李健鵝 過到 過到一關 出到球 哎呀 高大的徐宏 一頭 先解了圍 接著見到陳志強 又飛到右腳 把球投出 觀眾看台那邊 中國隊教練的 職務生 最左手表 好過來了 看得很入神 最精會神 好 現在看到范志毅 拿另一個球 請過來這邊 二號的魏群 有一張王牌在身 踢不到他前面 又回到後面 再度比喉范志毅 今次一個地球 衛過來這邊 見到黎兵落底線 兩個結合一堆 兩人都翹著腳 益勢揮 包過來左後防的位置 拿到球 一旦彈到前面 但是被魏群 一鏟了 波滾到後面 最後 范志毅再來一個橫傳 傳過去徐宏 徐宏 現在徐宏 高波又扯過左手邊 兩個都頂不到 哎呀 球證可能是吹罰 沒錯 這球證吹罰了陳志強 跳頂球的時候 用手壓低了對方 看看慢鏡 整個撞掉了對方 因此球證是吹罰的 中國隊的罰球 就等17號的彭偉國 就由右邊走到左邊開 我見到范志毅在這裏 黎兵就在遠處 也有郭海東 高峰等等的球 先倒這個球 嚴不危險 四號的范志毅 已經第二次上去 助攻的頭鎚 威脅了中國大門 范志毅 不單止有高度 同時他刑頂的時間很準的 這個球員就是 最近結束的 中國甲級聯賽 他就是入球最多的球員 同時也是中國足球先生 但是很奇怪 他的薪花打中前場 打國家隊打中堅 打折擊的中堅 黎兵飛起來 黎兵頂到這個球 又是范志毅 范志毅幾乎 三次的高球 除了有一次頂得不太好 之外 其他兩次都頂得好 看他的額角 似乎有些東西 會不會跟 香港隊的球員 碰撞之下 有些東西擦傷了 擦損了 他摸著 摸著額頭 左額角 有多少東西 看看 會不會流血 或者影響到他 以後頂頭槌 那個準程度 或者有些深一點的威脅 香港隊的界外球 時間打了14分鐘 香港隊的教練曾偉忠 在今屆亞洲杯賽事之前 其實他只是執教過一場 香港對外混聯的賽事 擔任過香港代表隊的教練 之後 跟著又再用回他做教練 山道士 塗後拿球 撇比右手邊的陳志強 過頭 摸給巴美利 真是過頭 但是呢 范志毅頂了 鳥入去中路 黎兵頂不到 好 中國隊很明顯 那些場球也有多少的部署 就是他們不是很心急 跟中國隊搶攻 但是前面他就放了兩匹快馬 一個是郭海東 另一個是高峰 反而黎兵呢 縮後 然後後上呢 這樣的打法 李鴻鈞 連續三場的分組賽呢 他都是蹊務生 左後衛的正選來的 跟著三號的這個 姜豐呢 亦都是打這個防守中場 打了三場的賽事 現在拿球 這個就是姜豐 過頭的球 給黎兵 黎兵呢 新位押著 邊線那裡已經踢了幾腳 那最後怎樣呢 最後呢 就巴貝利 碰到球 按到中路 但是呢 藝群去 繼續比賽 球證沒有出發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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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仍然繼續比賽的 好球 這個球呢 這個球呢 就是中國隊建隊友的受傷 立刻呢 就是呢 踢了出界 那就是說 死球 可以進來看看 究竟這個姜 藝群 二號的藝群 傷成怎樣呢 這個就是剛才的慢動作 是山道士 踢中 藝群的 另一個角度的慢動作 跟著為你播了 中了 這個球呢 球證是 因為呢 當時山道士很小 純粹他呢 就踢中腳 沒有踢中過球的 所以呢 魏群呢 這麼痛苦呢 剛才我們看了 山道士剛剛這局呢 他呢 那個勢就這樣去的了 他是順腳踏下去 踢到人 連人連球踢就最好 踢不到球呢 都踢到人 現在這樣的結果了 山道士呢 這個球員就真的不好在 去年呢 黃潮杯 的時候復出 經過手術之後呢 操一輪 復出 那就表現好 但是跟著呢 自己的球會表現呢 都狀態呢 都去不回巔峰 那麼這次呢 也是臨危壽命的 看回這個魏群 這個呢 23歲的球員 那就是 四川全卿隊的球員 那現在呢 就一直在說 沒得說的 這些情況一定要抬出去的 一定抬出去的 大家都知道的了 如果這些情況 他突然起回身呢 那他就糟糕了 因為他突然起回身呢 就會再給他一面黃牌 他教了前方有個黃牌 累積 那他突然起回身呢 那他就糟糕了 立即呢 不用踢了 那現在呢 看回賽事先 徐宏呢 比上前面 馬明宇 李鴻君 李鴻君呢 是很頂盪啊 一送送前面 郭埃東走了出來 那麼舉手沒事 因為呢 陳強包了他的位 歐慧倫一線線起 後面呢 有這個徐宏 但是李鴻君加一腳 徐宏呢 剛剛追到的時候呢 李健鴻都到了 翻身呢 這個大腳也都很準 說馬明宇知道這個球 知道得好啊 哎呀 這個球出界 那應該呢 球證呢 就說這個香港隊的球 巴貝利彈後 打得不錯啊 今天呢 岑國培折下去 仍是巴貝利 沒有人幫的啊 怎麼面對著 給回岑國培 再折給陳子剛 哎呀這個球呢 陳子剛呢 想說一個球呢 壓壓再走下去 但是沒有用 不過陳子剛的速度呢 和踢法相當呢 是對這個香港隊的打法 那麼目前呢 陳子剛呢在整個賽事 進了兩球球 的啊 那麼憑他的高速呢 這個球員呢 變得不錯的 那麼現在呢 看到呢 這個 這個魏群已經呢 伏入了啊 那麼剛才呢 踩踩踩腳而已啊 伏入的啦 沒事啊 好了這邊呢 李鴻君呢 慢慢猜上去 那麼中間呢 也都是有啊 啊 啊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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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呢 慢慢來啦 范志毅 范志毅呢 成名的時候 打這個國奧隊 都是打中堅的啊 當時呢 就和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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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球呢 哎呀 這個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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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不知呢 彭偉國呢 就回應不了啊 那因此球呢 就落下了一個位了 但是彭偉國呢 還站在那裡啊 呢 就是這個九四年的中國足球先生 九五年呢 就是這個法治藝啦 那麼他是湖南人啊 不過現在呢 就效力了廣東的宏苑 那麼你現在拍攝不覺得他很高啊 但是呢 其實呢 他六尺二寸的 陸家榮啊 那麼就是邱志強的徒弟啊 那麼 好啊 好啦 那個球剛剛好呢 在中戰落 大家都頂不到 陳志剛拿回 中間和仔幫他手 和仔馬上彈回這個 山道士 一切切落 現在呢 才見中國隊的球員過來 又可以側上去 陳志剛給山道士 沒錯 他找回山道士 哎呀 這個球一伸伸過來呢 就沒用了 被人了 這樣這個 姜豐呢 很穩定 黎兵 姜豐 很爽啊 立即呢 立即彈回 姜豐在中場呢 就是拿回 李鴻軍邊線 剛剛拿到 那麼中間呢 就有這個高峰 幫他 高峰呢 北京的球員 但是這個高峰壓的時候呢 後面呢已經被人 把那波尿出界了 香港隊的防守呢 打到目前為止都不錯 好啊 我唯一怕是高峰的 因為幾次呢 高峰中間的盲門都被人頂到 哎 馬明宇呢 左穿右插之下呢 就被這個邱健威和李健和夾擊 唯有呢 將他叫掉了 這個球就擺定了 馬明宇呢 都是一個危險人物來的 散光杯上 我們留意他都看得很好 啦 我們看看漫境啦 他硬去的 原來呢 邱健威呢 將他的掃點 波擺定了 有高波又一致另外的威脅 哎 中間不怕 顧錦輝頂了出來 顧錦輝一頂波 即是好多掌聲啊 啊 范之毅一接接過來這邊 看看藝群 中間一扣 那個波呢 不多到的時候呢 就陸家榮出來 又接到了啊 啊 陸家榮接波呢 又是引來呢 球費呢大片場了 大家看看漢台上面呢 都幾滿下的 在舊的西漢台上面都幾滿的 那 萬人看這個波呢 是剛剛好呢 不多扣力 但是這個陸家榮很好啊 一出來一搶呢 捕路實一實啊 啊 剛才看過陸家榮那些生球 不錯啦 看這球怎樣先 都幾好啊 開到對方的中場 不過可惜呢 就開不到給自己的球員 啊 姜豐彈上去 優健威等個球先 但是呢 高峰得一得他都不怕 後面呢 老大哥 顧錦輝呢殺出來 看看怎樣先 一個直見比上來 想說給鮑貝尼 但是比不到啊 中間呢被人截到了 彭偉國 把球扯扯過來 想說給郭凱東 哎 超仔又紅紅的時候 啊 跟著左腳一出啊 好厲害啊超仔 高峰呢 用他叮一下 摸著腳 但是這邊有利沒有利呢 山道士立即拆弄攻勢了 被鮑貝尼再撞一下後面 沈角培 江峰呢現在 高峰還站著呢 摸摸著腳啊 哇剛才 超仔的下換腳好厲害哦 右腳撕球 左腳踢腳啊 好啦 接著呢 到這個山道士中間 望望呢 鮑貝尼走在前面 但是沒有啊 因為呢被人抹著他 比不到那麼遠 還有這個顧錦輝 哎顧錦輝掉了 但是後面呢 沈角培上來 一側上來這邊呢 啊 徐宏呢 那球殺得很準啊 但是呢 殺得準之下呢 殺錯給人哦 阿維倫 做不做 做不到直線啊 後面呢 殺到死 殺到死 想起腳啊 是啦 起腳啊 這個球雖然起到腳啊 但是呢 對這個龍門呢 還有一點距離 難怪他自己起腳呢 這個球呢 這個球呢 就啊 我們同一個慢鏡看先 一閃閃著來 他見沒有人抹著 沒有人抹著呢 就唯有呢 起腳啦 不過這個球也有欠準成啊 那麼遠射呢 我相信呢 都 這個歐楚良都應該救到的 如果射正目標 太遠了 好了 現在看到范戰毅呢 把球送到左邊 李鴻君 李鴻君拿定 看看有沒有人走位了 馬鳴宇呢 在左邊邊垂 但被人抹著緊緊緊 沒有辦法給到 那麼比過來中間 范戰毅再轉過來 轉過來 徐宏給范戰毅 范戰毅呢 又被這個魏群 魏群呢 給前面了 過海東 過海東一旦 這個呢 彭偉國呢 轉身呢 跟著一比呢 給到呢 馬鳴宇連過兩關 招仔殺過來 又一掛掘過來這邊 李健和呢 走到哪里的直了 不夠人走啊 最後這個球呢 下了李鴻君 第一時間撩過來中間 又見到孝錦輝呢 警察 哎呀 這麼問啊這個球 被和仔和仔出局 給到呢 巴貝利 拿回來中間 跟著沈培心馬浪 再給巴貝利 哦 巴貝利 跌了 還踢得回球 可惜他踢到李鴻君 李鴻君立即被彭偉國 向一個叫後先 一叫叫後呢 就跟著見到姜峰呢 轉過來這邊 魏群去了 逃不過老將的孝錦輝 老路中環置都被超仔 超仔比山路死仔 時間拿不到這個球 被范智矮壓了個位 把球給回後面的姜峰 又給回了范智矮 現在范智矮在前場 在側過來這邊 郭海通 未出界 這個球郭海通一直拉過來中間 帶了大城的了 一個斜線 給馬明宇 但是已經 陳志強殺到 陳志強亦都包抄了 及前章的球 左腳數出橫邊 魏群準備替足球 國隊扔交外球 一扔交外球 近處那裏 但是呢 球證呢 就說他踢腳 說這個呢 魏群呢 就是踢腳 這個呢 就是日本的國際裁判 小川佳實 那麼 超仔扔交外球 已經打到上半場 接近二十四分鐘 還沒有記錄 香港和中國呢 零比零 還沒有打開記錄 大家都 好 超仔扔交外球 陳偉超給了 給山道士 是挑戰多少 陳志強拿了球 給山道士 第一時間呢 按前面 巴貝利 哇 死女兒呀 巴貝利 這場球 好了 一打到後球 過了一個 第二球過來 又吹拔呢 這個呢 就是魏群 這個魏群呢 太過硬朗那頭 有一張王牌在身的 你不要濟啊 再你來 十人應戰的了 好 看看山道士呢 如何處理這個罰球 啊 顧錦輝呢 亦都拼在前面了 顧錦輝 十年前的 世界杯賽事呢 入了奠定勝利的一球 五一九 現在看到他的鞭鞭 頂了 啊 顧錦輝吃過了尋尾 他說十年前 我都在那個位置 又掛網的 那個球 哎 說回十年前 就慘了 那場球打完之後 看看萬鏡先 山道士一斬 哇 看顧錦輝殺到 頭翅是鑿的 這個球被人押著 最後呢 是鑿不到 說回十年前 真是慘了 我們在北京講完 那場球呢 亂了大龍 哇 雞這樣腳走 找封封 那場球真的慘了 那場球 好了 現在呢 就是 那場球 繼續比賽 看看是怎樣 白色衣服的中國隊 仍然控球在腳 現在看到 范志毅帶了一個前線 右腳扣過來 左手邊 這樣就不急 徐宏把那個球 給這邊 李鴻鈞助攻 在左手邊 用右腳一斬 給李健和 擋了他的球 然後看到 姜豐 也拿回這個球 斬到前面 陳志強 從亞打曬虛 中國的球 撐了出去 橫邊 李鴻鈞 扔掉外球 怎樣 終於扔掉給馬明 這個就是 馬明宇 職務生很緊張 中國隊的教練職務生 很緊張 看他牛眼看著 在十年前職務生就是 曾雪倫的兩個助教 其中一個 當時他也是當事人 參與那場五一九的賽事 陳志強在這邊 另外見到 魏群追著他 接近底線 最後魏群 鏟了一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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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很清楚 雖然他很不服氣 不過就很清楚 看到一定是角球 現在香港隊 比賽了二十六分幾中 無論一攻一守 都踢得很有分寸 特別是在穩守之餘 香港隊並不是 觸手無策 對進攻方面 完全沒有辦法 進攻的 突擊方面 亦都可以令到 中國隊 不可以不小心防範 這個角球 開出的形式 亦都差不多 短的角球 再用第二個球員 斬去遠處 這個球隊 看看陳志強追不追到 機會就一般 很勤力 這件事 很勤力 真的很勤力 追到底線 雖然不可以把這個球 撈回頭 但這樣的鬥志 和這樣的體育精神 香港隊 今天應該是 爆冷的機會 完全是有的 香港隊 剛剛捱完一輪之後 現在又見到 十個球員 翻了後半場 說起球衣的顏色 都令我想起 在519 香港隊又穿紅衣 白褲白襪 中國隊又穿全白球衣 唯一不同的 今天就是 香港隊穿了紅色褲 和紅色襪 中國隊的青道夫 他和拍檔 范志毅兩個 是握手中路的 范志毅給了馬明宇 球證吹罰 二號的邱建威 推 香港隊今天 暴陣方面 有個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7號的歐偉倫 大家知道 他不是經常有球 看這個慢鏡頭 再解釋剛才的部署 這個球看到 在後面有犯規 原來7號的歐偉倫 被指派去黎兵 整場球 每當黎兵去到禁區頂 或者進去 都會見到7號的歐偉倫 在他旁邊的左右 監視著 現在這個罰球未開之前 也是歐偉倫 放著這個黎兵 跳起這個 和黎兵頂的就是他的 結果 歐偉倫這個球 是頂不了 而後面的黎兵 是批到那個球 所以是球門球 這個調動 也很奇怪 職務生 我都留意他 有幾場的賽事 很喜歡的 是站在這裏的 未見到第一場 對澳門的賽事 他上半場 開球後 24分鐘 都是一邊站 直到過了四個字 他才坐回後座椅 那裏 這場球 我看他 都是有時坐有時站 這場球很重要 對中國和對香港來說 有健威 山道士 後人有球員到 江峰到 再大過 另外一個香港隊的球員 然後 把球撇進去中間的彭偉國 彭偉國 應該會轉方向向右邊 郭海東在右邊 他就試進去中路 拉開個位 給二號球員 是藝群的 然後呢 范志雅又 徐宏又再次推上來 推上來 挺有趣的 自己去過的結果 就給陳偉超解圍 這場球呢 就打了接近三十分鐘 在進攻方面呢 大家老實說 就不是很遠目 但是 在防守方面 那個暴陣方面 落的心思呢 就 大家隱約都會透過 人釘人的那種踢法 是感受到的了 誰先到 馬明宇先到 但是一對三 三個香港隊的球員 鮑貝尼將頭條 頂到中間的 但是 三道士推來腳 隨橫也包抄到 然後再把這個球呢 剷給李鴻君 李鴻君呢 高球也送來 馬明宇 左腳 這個球厲害 真的厲害 這位呢 效力廣東 宏苑的球員 很厲害 這個左腳球 他用心好把這個球 挨前呢 趁著呢 這個陳志強未到之前呢 就快他大概呢 是大概半秒左右 起到腳的 這個球 唯一呢 這個球是中不了龍門框 算上半場的射門的 不計頭徐公門那些呢 如果說一下 只是起腳呢 香港隊的更多 是中國隊的 高錦輝 一個清脆的解圍 後徐就沒得頂了 因為呢 是稍微有些高度的 7號的歐瑋倫 也都縮到後面 那如果你說高球進去呢 就只會被這個徐宏和范志毅呢 是表演中 加上一個3號的姜峰 都是高佬來的 山國培 用腳配彈的,右邊五個頭 拿一把 好踏 那好吧,看到郭凱冬去追閘 很聰明啊 這個球很聰明啊 用頭槌就黏回後的時候呢 龍門啊 又可以 用手摺的 這個球呢 解過得很聰明好聰明 陳志強 陳強這個球被迫住 因為呢 他怕用腳後面郭凱冬都追到來了 他唯有污污走走 陸家榮 這個球也很好 去到最後中場 這個球看見范志偉衝動 也頂不到 中間給歐偉倫 再過來這邊 有健威 一擠進去沒用 他以為和仔會走進去 怎知道和仔就留在邊線 和仔接著仰仰秀偉 你不要 你下腳穩陣些 這位就是姜峰 24歲 又六尺個位 中間他也是防守性的中場 范志偉 范志偉 這些球員在國內 現在的 人工不算高 但是他的獎金很重要 據聞他對北京國安隊的場球 只贏一場球 就獲得19000人民幣獎金 一場球 還有每場球他們計算獎金 除了底身外有獎金 所以在中國踢足球 現在收入不錯 在中國踢足球 好,看看賽事 這球馬鳴宇 艾薩拿到 右腳彈出來 沒用 沒人快到你 顧勳貝又一腳殺回來 中間范志偉 有一次球 真的很技術 這些球員 真是個人技術 一送過來 這次郭海東 頂到 但是後面沒有人追到過來 陸家榮 立即撲出來 陳偉茨也看著他 陸家榮 打到目前為止 表現得非常理想 特別 幾次出營的時間 很準確 還有信心很足夠 一開球 折幾個好球 真的完全不一樣 陳子江 暫時還沒看到他有速度的突破 我們拭目以待 再次忠烈 今次被對方球員一殺 頂起球 中間還在插頭鎚 黎兵和歐偉頓過來這邊 今次李健波被對方撞掉球證 說比賽是繼續的 黎兵 打回頭 仍然是黎兵 黎兵看一看 再送到左邊 左邊 看到這個球員 下不下不下 下不下 馬鳴宇留給李鴻君 李鴻君看來轉方向 不錯轉過來這邊 過了這個范志偉 不過不怕有個魏群在這裏 一左差又轉 這個香港的球迷就報以虛聲 中國一語好小理 范志偉 中國足球先生 給回魏群 魏群有黃牌在身 一側側 今次馬鳴宇入攝 一次次到 視為他轉身 轉定了 現在才扯上去 中間又是歐韋律 黎兵頂到 這次 這個部署 如果不是歐韋律 前面 他頂一頂 黎兵 可以快力衝上去頂 這個效果完全不同 從這個角度看 看慢鏡 馬鳴要撞出來 歐韋良雖然在頂到打 起碼在食中的位置 給了少少威脅 得住黎兵 如果這個球 大家留意 黎兵直接 飛身過去 作正的球 有機會高很多 但這個球彈地的時候 就被陸家榮 報正的位 好了 看看球場上面 沙律師 大腳掘上來 不怕後面 顧穩揹推到上來 又在邊線 發爛了 中間有鮑貝尼 給鮑貝尼 再下李劍鵝 接著鮑貝尼走入中間 李劍鵝出得漂亮的 但可惜 出這個球 出了這個 差不多到汗台 這個球 李劍鵝出得頂 但是 中間 李劍鵝出得中間 其實入球機會 都不是大 因為只有陳之光 而中國 已經有三個後位 包貝尼當時還未走入中間 歐楚良 慢慢出來 中間 徐宏慢慢推上來 這邊 是魏群 高峰在邊線走 他不給 他又選擇 再給下去 徐宏 大連萬達隊 徐宏現在在效力 好 下飯戰魏腳 又去不到 李劍又給魏群 魏群看 高峰在邊線走 又不給高峰 又再拆回到後面 給這個范戰魏 等這個 香港隊 是暴處的時候 撲一下撲一下 不會亂急躁 撿下去 徐宏 這次調轉了 徐宏上來了 范戰魏留在後面 邊線又是魏群 不是 這次想給高峰的時候 原來球證說 陳偉超出術 在高峰拿球之前 踢跌他 超仔 唯有頭倒倒 這位高峰 很年輕 23歲 現在打北京國安隊 這次 也是中國 有 叫 因為我們剛才 搞完看過幾次頭鎚 中國都頂贏 彭偉國 過來開球 陸家榮 很緊張 一車買 是不是黎兵 過了 這個球 厲害 這個球 陸家榮 單手一拖 如果不是 又是給黎兵 這個 我相信 香港隊 大技 現在都守得很好 但如果比中華一次中 那就麻煩了 整場打得這麼好 你看慢鏡這個球 剛剛好 如果不是 這個球 黎兵 再放進來 哇 黎兵的頭鎚真的很厲害 六尺 二采高 有什麼辦法 高過你 這次又怎樣 又是黎兵 黎兵想頂 但 陸家榮出來 已經把球 勤到了 陸家榮今天 球迷其餘忌 今季來說 長時間在後備 我們看這個球 陸家榮 已經走定出來 走定出來 看到 落壓 落接 黎兵想捕你脫手 沒那麼容易 比壽志強 比較不同 陸家榮 你也有前途 這個亞洲盤外圓 打起你 陸家榮 問題是 看看藍華 夠不夠膽 讓你繼續踢下去 好 看看中國島 中場又拿回球 排外國 這個球糟了 排外國送給黎兵 黎兵走入中間 這個球就被陸家榮 出來接回 這個球 陸家榮慢慢仰手 頂定先 頂定神 陸家榮 暫時目前為止 在香港隊裡打比較搶鏡的球員 因為幾次出來都拿到球 另外顧錦輝 這些老大哥 亦都是 這場表現得很出色 時間打到37分鐘 紀錄 香港隊都是0比0打和 但守不守到 上半場保持不失言 下半場再打過 一直打到現在為止 香港隊的防守都是不弱的 就是有多少個高球 輸給對方高大身材的黎兵 還有 或是 迫上來的 這個梵志毅 希望這點能夠壓得住 不要讓他的高攻勢 見到攻勢 下半場再打過 李劍皇 頭頂一翁 跟著一跳 把球跳到前面 巴貝利去收 有個梵志毅快一步 巴貝利死了 這個球 球證出乏了 巴貝利有些犯規的動作 叫跌了對方 球證出乏 中國隊在左後防的位置 是得到一個自由球 李鴻軍長的球 撈到中間 跟著就是徐宏 給過來這邊 見到 江峰帶了晴之後 整個過頭球 給過來這邊 散落的高峰 高峰接近底線 出到球 陸家榮 沒錯 出來六把點 立了這個球 給出來這裡 陳志剛 給山道士 立即撞牆 給回到陳志剛 快逆 看看放不放 他不放了 巴貝利 巴貝利 給山道士 山道士 山道士 通通了對方的坑渠之後 跟著拿回這個球 扯成地球 萬里叫他入 哎呀 埋門 跟著勾腳勾腳 見到徐宏及時包抄 包過來這邊 李建和就勾勾對方 因此被球證吹罰 這個球 如非徐宏及時包過來 萬鏡李建和實在勾跌了人 吹罰之下 現在香港隊局長 李建和就走回頭 好了 現在又把節奏拖慢 魏群拿到球 右下方魏群 右下方魏 拿回來中間 跟著徐宏 扯過左手邊的李鴻鈞 李鴻鈞 李鴻鈞膜浪 立即壓低了球 地球給過來左手邊 現在找空位的球員傳進去 但是香港隊全部都退守 哎呀 這個球給了大力 那頭魏群追到盡 都沒辦法追得到 魏群唯有扔回來了 現在龐正搖旗示意 因為香港隊在禁區前面 鵝眉宇 有個球員跌了一處 躺在草地上 這間外球就不等著 現在暫時看不到誰 不行啊 不行啊 要擔架床 他自己說就是不行啊 要擔架床抬出了 現在舊槍隊 拿擔架床出來 準備將香港隊 這個受傷的球員 抬出場置你先 應該是陳志強 看來是像啦 陳志強 我看過球場裏的其他香港隊 的球員 唯一不見了陳志強 是他的 應該是他 但我們看不到他如何受傷 剛才 看不到 看不到 但我只見到有其他香港隊的首位 投訴說 他就有中國隊的球員 起爭 王偉德呢 就是熱身 王偉德呢 代替陳志強都對的 位置呢 完全是吻合的 大家的位置呢 是吻合 沒有衝突 沒錯啦 陳志強呢 現在台離場 暫時呢 香港隊呢 十人應戰 看看陳志強能不能夠 繼續服入比賽 不可以就要換人了 好 這個架外球 扔到禁區裏面 給了香港隊的審議員 陸家榮 現在陸家榮拍照 他放這三球都放得很漂亮 每一次放出來的球都放得很漂亮 放過來這邊 藝群投場一咄咄咄都在前面 跟著彭偉國呢 腳外擋 把球貼了下來 山道士 死亡都追著他 唯有把球給回來中間 給了姜豐 姜豐扯過來又失準 亦勢優健威 優仔 前場 哎呀 自己一粒呢 跌在那裡 被李鴻君拿到球 跟著呢 就給馬明宇 馬明宇帶了一齊 再給來這邊 追不追到 追到 還沒出界 一出 刪到 好耶 這是勤力的好處 好 最後一步 立即把陳國培把球刪出底線 輸國球 輸國球 輸國球是危險的事 因為他們有高大的黎兵 現在看到四號的范智藝 亦都准上來準備迎接國球開出 頭垂攻門那一範 先看國球 撐住先 香港隊 因為陳志強受傷離場自理 好 國球開來中間 巴貝利 哎呀 陸家維接到 巴貝利頂不到 陸家維接到 是 我又不贊成巴貝利回來救球 巴貝利很多時候回來救球 反為了女士 哎呀 你都是索性不要了 讓自己的守衛 和對方一個合一個好過了 陸家維右房 生球過來這邊 巴貝利有點浪浪 沒錯 浪人 整個四號的范智藝 浪起 投球馬上去 現在沒事了 陳志強已經扔上陣了 不用換人子了 陳志強已經扶出了 這個防守的位置 李鴻君 一比 怎知道被李健鴻用身 捱了 然後左腳整個球 巴貝利去 巴貝利抓到 但是孤軍作戰 唯有抓住對方 避過了 避過後先 然後邱仔再到避後 李健鴻 高球在前面 完全沒有殺人 江峰第一時間 左腳踩下了這個球 山道屎過來看他 唯有後傳李鴻君 李鴻君彈回來中間 范智藝 現在范智藝又慢慢來 已經打到上半場的43分鐘 幾乎接近43分鐘 還沒有記錄 看來上半場可能是0比0 結束了45分鐘的賽事 還未定 現在慢慢猜 中國隊 沒有扔手 找不到空位的隊友 現在找到了 一比比過來 彭偉國 馬鳴宇 不能把球給後 李鴻君一斬過來 又散到李健鴻的身體 彈出來 江峰拿到球 慢慢送回來中間 徐宏 再度扯過來這邊的范智藝 歐偉倫多打得住黎兵 最後壓住位 黎兵沒有辦法拿到這個球 歐倫今天都不是做攻擊球員 簡直好像是黎兵欠他錢 走一步走一步追債 追著 現在看到香港隊準備匯人 陳志光可能受傷也不一定 我看熬完這兩分鐘 換都不怕 43分多了 分多了 還有分多 其實這個時候換都不太好 分多一定沒問題 站著一定能站著幾分鐘 撇過左手邊 中國隊 現在看到高峰扣進去中路 再送回黎兵 線進去中路 陳偉超用左腳 解圍 但是再到右手邊那邊 中國隊犯規了 球證小村 是吹罰的 林慶倫已經熱身完筆 準備換進去 問題是 需不需要這個時候換呢 現在還有45秒鐘的時間 發定時間 上半場就會打完 保持都會有 因為上半場也都有 陳志強離場 藝群離場 這些受傷的時間要補回 山道士 這個假動作漏盡 再送過來歐偉 歐偉甚少參與這個助攻 這次有他 陳志強 推一下 折兩折 落底線 這個球是界外球 即是說 陳志強還可以頂到 頂到上半場 由原場為止 陳偉超不扔 給李劍禍扔 李劍禍 第一條轉附近就有 顧錦輝 歐偉輪延 曲了去西錦區裏面 反而 包背力縮下去 十八百點 顧錦輝推人 顧錦輝推人 這些就是 那些 老經驗的球員 就是出術的 如果球證 不是眼力的話 分分鐘會被他騙到 法定時間過了二十秒 由於上半場 大家的防守方面 做得很謹慎 所以真正的埋門機會 都是至於 中國隊在比賽的初段 梵志毅幾下的頭脫 比較有威脅 其他就欠奉了 兩隊都是一樣 基本上都是一樣 梵志毅 魏群 又是解圍 這個球是白衣 中國隊的界外球 又改變了 由球證最後作出決定 小川最後作出這個決定 他看標了 隨時會結束上半場的賽事 0比0 陸家榮 就是拍一拍的球 踢了 不需要猜 都沒有多少時間了 有位 範志毅頂了 江峰一個倒掛 沒事 其實這個球倒掛有點危險 好 剛剛看到歐偉 現在就躺在這裏 好 完場 OK 這場的外圍追 第三小組的賽 就是上半場是剛剛的結束 主隊香港和中國 打成0比0平手 休息的時間 石仔很努力 找到就是今次的總領隊 林建明先生 也找到當年519贏球的兩位領隊 分別就是林建岳和余錦基先生 組個訪問 聽聽他們三位說什麼 謝謝叔叔 勞力就是應該的 在身邊就是總領隊林建明先生 亦多於當年519贏球的攻神 Lawrence 宇和Peter林 首先問Peter林近期是怎樣 挺好的 挺好的 今天你專門出來看球 除了打氣之外 我想問一下 今天這場球的環境和當時有什麼不同 我想當時為何出外 今天看球迷 多數是香港球迷 所以氣氛是很不同的 你的意見 經過上半場之後 你覺得香港隊打成怎樣 我覺得香港隊已經有這樣的表現 已經很不錯 但我想個別球員的狀態不是很足 Lawrence 清暮身當年就是助教 到現在他緊緊於懷 主要原因就是我們見到他的訪號519 他的分機519 連他的車牌都519 這個創傷很厲害 你認為今天香港隊和他打 上半場零比零下半場有沒有機會 很坦白說 如果說技術、身材、體能 香港都輸了 不過香港都輸了 香港都輸了 我看他們是 完全看鬥志 和決心很好 不過 不是說 好像 好像說 搶人家自己威風 到底是 中國隊好些 不過 我要問問 建明 現在甲組隊裡 八個外援 我們香港 本地球員 怎麼可能會踢得好球 連下場機會都少 輪門是後備的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建明 問題比較專門一點 但是呢 都要問一問 總領隊林建明先 今天呢 贏球最主要 獎金 或者怎樣刺激他們 贏球 獎金一早我們已經說了 如果我們出線 就四十萬 但是今天我們完全 先兩天都完全不看這件事 最重要是今天這場球 我們怎麼打得好 因為大家知道 中國隊是體能 身材 什麼都贏我們的 我們靠戰意 戰意 但是如果問題太緊張 就好像上一場 我們就已經是 大家的 看到態度 就是狀態差了 因為他們太緊張 所以今天呢 我們這幾天都在說 就是講 怎麼打好這場球 我們第一個問題 就是上半場 做好防守 已經在這個時間 我們做到我們的 計劃的工作 這樣就是 等下半場 有一個機會 我們一定做回以前 519 一樣的突擊給他們 沒錯 今天呢 上半場比賽 或者是0比0 下半場戰果是怎樣 廣告之後跟大家看看 新地新地帶 新人線 新作風 好了 我們又歡迎大家 回來 香港大球場 仍然球員在休息當中 今天的入場人數 大概是二萬觀眾 大概是二萬左右 看看上半場比賽的統計 大家看到了 射門 中國隊多些 五次 香港隊一次 國球 香港隊兩個國球 中國隊四個 紅牌沒有出現 黃牌就是一張 中國隊的這個 藝群 比一張黃牌 好 我們看完統計之後 我又見到石金華 就是 找到 他找到 今次的兩位領隊 兩位領隊分別 就是 莫邦棟和鄧家鴻 交給石仔 看看他們說什麼 謝謝 謝謝 在我身邊分別 有莫邦棟先生 和鄧家鴻先生 首先 和鄧Sir談談 今天 相信 獎金很厲害 上半場打成零比零 下半場怎樣 我想 下半場 中國隊 忍不住的脾氣 我想 我們機會 幾高 我們要療興 他 能夠 有個紅牌 趕緊出場 我們的機會 更高 剛剛問鄧先生 獎金 他就耍我 說最緊要是 療興中國隊 都是要問 莫先生 獎金 各方面怎樣刺激他 這場球 我們的獎金 是40萬 如果贏到 我們都會再加碼 下半場 我們有兩個調動 第一 就是 陳強 和陳子剛 兩個都會 因為有少少傷 我們會放另外一隻快翼 林慶倫 和吳振聰 出去 我想 上半場 我們都 打得挺好的 下半場 希望頭的二十分鐘 都要穩定了 然後在二十分鐘之後 我們會做功夫 OK 重傷之下 必有勇夫 經過兩個調動之後 相信香港隊下半場 一定會打得很好 將時間交給上面的同事 謝謝石仔 這就是下半場換了進來的林慶倫 原本 如果是教練肯換的話 林慶倫 其實在上半場 臨完場之前的兩分鐘 可以換的 林慶倫 他最後一星期五的練習 我又去黃學長看他們 林慶倫的狀態就很好 在練習的時候 射球很強 出的球也很準 不知道今天表現如何 下半場 除了林慶倫換了進來 吳振聰也代替 陳志強打中堅的位置 各地賽 現在可以容許換三個球員 香港隊一換 換了兩個 還有一個 還可以換 當然不會這麼快 因為預備 當時有什麼球員受傷 不可以比賽 這個換人 可以留回來 靈活調動 看來徐宏 不會踢球 沒錯 讓球留了底線 0比0這個結果 對香港隊創造 另外一節五一九的 爆冷的事實 其實是非常有利的 只要一日 沒有記錄之前 香港隊都有機會 可以 爆冷 最稅忌 就是很早的時間 就有了記錄 山途市中這個球 回到後面的時候 郭錦輝被失了 送過來 給11號的高峰 高峰 我記得有一次 對福律賓落底線 很漂亮 這次不下 球證怎麼吹發 吹發 中國隊的馬鳴宇 或者高峰 是大家過的 中國隊方面 我亦都 趁這個機會 立立先 是沒有換到人的 包括在上半場 有一面王牌的藝群 都是還在 刑閣幕頂 那裡 林慶倫 李鴻君 怎樣呢? 頂高些 撬撬到右手邊 給李健和 李健和 下不了底線 不讓他下底線 但是 彎回到中路 范志毅 也是第一時間 把球彈出來 在中場界線出界 這場比賽是沒有加時的 而正確的入場的人數 21,401人 跟我們賽程的預計 亦都差不多 稍為多了1,000人左右 歐桂倫 下半場打的位置 相信亦都差不多 會看泥冰 送回後面 翠宏 斬過來給3號的江峰 彭偉國 好奇怪 中國隊這場球 好有耐性的 同時他們特別注重這個防守 不需要說 這件事絕對完全吸收了 十年前的教訓 十年前的形勢 跟這場球 未比賽之前一樣 中國隊也都只需要和球 都可以在世界盃出線 但是偏偏他們想贏 出線 覺得更加光彩些 想不到這樣 這一下就被香港隊 算了它 沈國培 被林慶倫 換了進來 第一次碰球 這個球員就向左手邊一推去 推一下 被彭偉國一迫就迫掉了 馬明瑜 那些球是在台中 握手 有少許的 彭偉國 陳偉超 陳偉超 南興倫 巴貝利 上場打得不錯 歐偉倫 再把球彈回後 香港隊看來形勢沒有力量可以入球 但是比賽是很巧的 主要紀錄一旦未開之前 任何一陣的突擊或者一個chance 都可以令到香港隊爆冷 香港隊的部署和他們整場比賽的目的就是這樣 沉底、陳美麟全中 落點不錯 馬明宇頂不了的話就危險了 好了 邱健威再把這個球頂回去 反正是頂出來有機會起腳 哎呀 人家不起腳 李健和再把球捉給後賞的邱健威 球證是給了 好奇怪 球證是給了中國隊的界外球 但是龐證是給了香港隊 球證是可以壓他 郭嘉明就是十年前 帶領香港隊先在主場和中國隊 然後在北京可以坐七萬人的工人體育場 2比1爆冷擊敗中國隊的當時的教練 陸家榮拿好球 我們上了 不用回後幫手了 先上去 看著李鴻軍的地點下去 李鴻軍跳起 原來鴻妹是頂倒才爭的 3號江峰 彭偉國 送給馬明宇 左手邊有高峰 但是他帶進去中路 然後腳會扯他右手邊 那邊 彭真宗就是漏了 這個球跌在這裏 幸好這個底線球出的時間 就是香港隊撞出這個底線 很危險 因為郭凱東本身都是快馬 這些球如果稍微壓過的話 就麻煩了 中國隊的角球 就麻煩了 范志毅上 黎兵也是上 頂到啊 哎呀 我都說這個球 我都說4號的范志毅 他在頭錘方面 就是在上半場 其實在早15分鐘的時間 已經是用兩次實際的行動 警告了香港他的後防 但是下半場的5分45秒 他又再次是頂入這個球 那真是呢 老實說 如果是4個球開始 他能夠頂中3次半的話呢 我想他頂入 應該是有一定的 這個理論的支持的 他頂得很厲害 那事實上呢 而在上半場 他頂的兩個球 不會差得到這個 那我記憶所及呢 范志毅呢 是92年的奧運外賽 即是91年的時候 在香港打 他面對著岑國培 譚紹衛那班球員的奧運隊 當時他打中堅 又是今天這個位置 又是呢 憑他一個頭槌呢 是頂入1比0 贏香港隊的 香港奧運隊的當年 那時候呢 大球場還未改建的 事實上我們一直都擔心 一個防守方面的問題 就是當開國球的時候呢 香港隊是找不到 足夠數量的高魯 來各一個一個 捉回中國隊的攻擊球員 那果然真是 不幸被我們言中了 那但是呢 我希望香港隊呢 不要洩氣啊 因為香港隊呢 今天打得非常出色的 我相信呢 各位家庭的觀眾 都可以深深看到這件事 那希望他們不要洩氣 繼續呢 有回一路下來的表演 給我們看看 接著又一個高球 撿起來了 哎呀 雖然歐慧倫 今天呢 打這個位置 雖然呢 他踢球機會少 但是呢 他作用很大的 不是呢 一定是踢球 踢球只作用大 他抹著泥冰呢 搞到泥冰沒有口吃 幾次呢 都是他呢 壓著泥冰呢 所以泥冰呢 是無功而還的 那其實順帶一提呢 今天呢 中央電視台呢 是現場直播這場賽事 那就是換角呢 全中國呢 是數以億計的人口呢 都和大家一齊呢 是同時間呢 是收睇著這場的賽事 那中國隊暫時呢 1比0是領前 好 好 吳振聰呢 打到他 似乎左閘的位置 哦 把陳偉超呢 是移了過來中間一點點 啊 好了 歐慧倫呢 在中間 給他後面呢 岑國培 岑國培看啦 看啦 看啦 包裹著包裹你啊 但是這個沒有用啊 被范戰爹頂了出來 彭偉國呢 又頂不住啊 中間這個 岑國培中間呢 這個岑國培中間呢 就給他後面呢 就給他 這個 實質是個彭偉國啊 那另一個廣東球員呢 這個 會上陣的 吳振聰給他後面 那 那 現場的球迷很好啊 給點掌聲呢 這個 香港隊啊 希望他們呢 繼續呢 保持回一貫的水準啦 這個球呢 這個球呢 看看邊線追不追到先 追到去 但是呢 出不了啊 這個 超仔呢 把球用右腳呢 直過來這邊沒有用啦 他右腳呢 最近那次是威水的 但是傳這個球就傳了 哎呀 哎呀 光輝不到都被投錘 頂住 優健威給回山道士 山道士 哎呀 一轉的時候呢 又被馬明宇呢 就不怕了 這邊呢 有這個林兵倫 其他呢 他 Rodas 呢 越來越後再抓了 又是被巴沛尼 你這樣再抓了沒有用呀 你明明這樣再抓了 人家的頭鎚呢 已經是 已經比了你優勝啦 頭鎚你這樣抓了 就算你給他拿到呢 完全沒有辦法轉身 只要撞壞而已 那麟仔 剛剛出發了一個 釋武生啦 現在呢 他寬容很多啦 那麼 其實呢 他之前呢 其實那個心理呢 巴沛都很緊的 那麼 所有香港的行家呢 他們在去問他的話呢 完全都不回答啊 那 那釋武生當年呢 也有份參與519這件事 但現在中學隊領先119 其實這應該是比較穩固一點的 好了 邱健威兩道上來 巴貝尼轉到後面 和仔 中間的三道士 給和仔 這幾個踢得很短 不怕 這個球賽雖然香港隊球員不拿 因為明知對方球員是撐出去的 好了 邱健威先收拾球 前面都被固定了 三道士走空了 他可能會給巴貝尼 是不是呢 都不是 給和仔 和仔彈給三道士 三道士給和仔 甚至叫他落底線上 落不落就落不到了 這個范健威已經夠了腳長了 看到人家的籃子 功夫的級數完全不同 一身腳出來 把球撞掉了 好了 和仔 壓力扔過來 又是這個范健威頂到 黎兵 回頭了 黎兵都 李鴻君咬成下根抽上來 高峰看他如何控球 這些球仍然被他控 顧錦輝就拉著他 但是看一看 球倦說原來不是啊 你的球先出界 雖然控球得那麼好 但是不要 racist 因為說玩球禮 說出界 出界 出界 恐都漂亮 看這個球 這球正正對 這個球真正出界 沒有錯 判斷確實的 好 繼續比賽 現在紅衣香港隊 0-1 輸同球 猜力 不緊要 陳偉超 已經拿好了 接著被林慰倫 林慰倫拿了 有人過來迫他 唯有逼迫,給後面三道屎,第一時間撞到左手邊,被吳振聰 吳振聰給中間陳偉超,超仔在拖,拖到前面,尋盤不去,又給他 前面都沒有空位的球員,現在見到林慶倫空了 直過來這邊,給過醫院球 吳振聰得住對方的球,回到後,再給陳偉超,再給巴貝利 現在巴貝利一位人交,轉過來這邊,優健威,助攻 哎呀,聽說這個球,用手臂把球放下來,手球呀,手球呀 優健威,手球,立即開出中國隊,這個自由球 李鴻君拿好球,接著給高峰 又一球球在手,白衣服的中國隊,打起來比慢些 好,一個直線球彈上去,顧錦輝一頭搖出橫邊 黎兵,撿著球,誰給丟,自己丟 黎兵,丟一丟,哎呀,丟不到,高峰脫腳了 好啦,現在巴貝利拿到球,給過來左手邊,陳偉超 前機林興良,沒錯,果然給林仔,林仔不能去,又彈回後面 給過來巴貝利,立即給前,林興良又撞回巴貝利 哎呀,這個球,吳都輝,現在黎兵拿到球 接著呢,給彭偉國,彭偉國,立即給過來這邊的郭海通 再給過來左手邊,高峰 高峰傳中的時候呢,中間有一個沈陪,撈了這個球 先進去,陳偉國賠,機會自己丟,幸好又拿回 但一踢撞到對方,現在李鴻軍踢低了這個球 扯過來這邊 建功的梵志毅就踢失了這個球 好,山道士拿到 給過來左手邊的岑國賠 現在岑國賠在後場那裡 都是橫傳多些 好啦,給過來中間,林健和 巴貝利在右翼位的位置,李健和戒了情 巴貝利,沒有了,送過來右手邊 巴貝利拿到球,看看有沒有人 先給他,給他前面 阿倫仔給回來,巴貝利 硬粗撞在中間,不行了 這個球撞在中間,藝群大腳 吳震忠,好歹,壓住對方一頭 頂住在超仔,超仔 然後給過來岑國賠 現在山道士,右手邊幫他手,果然給山道士 這次給過來歐衛倫,先撐到球 再給過來這邊的邱健威 再彈,彈過來,太有仔 再一次跌打式,助攻 李健和給他,可惜這個球不夠毅力 一咬的時候,咬不夠 將球傳到龍門後面 變成了中國隊的一個球面球 下半場打到接近13分鐘 1-0 這個球球下半場開球後的5分鐘 又是范志毅迎接國球開瓶,頭垂頂入 是范志毅的 歐楚良就這樣把球數為這邊,李鴻君 然後給過來黎兵 黎兵倒得很厚的 這場球 好,讓給馬明宇 明顯推進的節奏慢了一點 有一球球在手,現在白心的中國隊 現在比比前面,高峰被顧錦輝的腳夾跌了 球證立即吹罰顧錦輝 不是那個位置,但球證說可以了 馬明宇一個過頭的球 扯回這邊高峰,接近左路的底線傳中 傳到中間了這個球 好,在中間就頂不到 好,益散了飛仔輪 飛仔輪,逼一拼給山道士 山道士一浪的球已經被人拍到了 這個球出了界,幸好姜峰拍掉了這個球 拍掉這個球之後就出界了 姜峰還加一腳,把球踢遠一點 這是不君子的行為 球證馬上出現一張紅牌給姜峰 中國隊兩個球員分別接受黃牌 接受黃牌的警告 上半場的魏琳是黃牌 現在3號的姜峰也是黃牌警告的 兩張黃牌出現了 好,隔外球,等我來看看是怎樣 林兵麟落高的球,左腳一跳 好,糟糕,這個球一掛幾五間 掛到橫邊 反過來就是中國隊的一個角落 形勢上對香港隊是非常之不利 很忌忌,就是中國隊先開幾六千 其他兩個可能性,或者是零比零 或者更加好的就是香港隊先打幾六千 這個絕對對我們有利 不過很不幸開了其中一發 香港隊的領隊,總領隊等等 這三個巨頭呢 都是現在當然心情都不太過了 因為呢,事實上呢 他們對這場波也有些期望 希望能夠計五一九之役 再次歷史重演的 但是呢,估計雙方面呢 各方面的條件和十年前都變化了很多了 李鴻君,腳背在中間 吳振通也跳一聲 李劍和似乎是手碰到的 不過不要緊,這個球都是界外球來的 要香港隊去搶攻中國隊呢 似乎以香港隊目前的能力和條件來說呢 就比較吃力一點 因為一向這場波的部署都是穩守然後突擊的 香港隊的球半球 三分幾鐘 高峰這個球呢 球證都沒有理會到他了 那實際上是了 身體的節奏雖然是多 但是不是一定的 埋身一碰撞 就要吹罰跌那個 撞跌對方的球員的 每次跌低的呢 也都不是受惠的一方 那歐偉呢 也都有多少 比較推上一點的跡象 那即是說呢 會給多些 空蕩呢 這個泥兵了 那也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 反正輸一球也都是輸 和波也都是輸 那香港隊呢 就在這方面的進攻方面呢 由現在的16分開始呢 就真的要積極一點了 高峰 起回後面 欸!有動作 大家 球證是看到的 那問題他呢 處不處理的 高峰和顧錦輝大家有動作的 那邊呢 沈國培轉過左邊 陳偉超 推啊 再給林慶倫 林慶倫 擺了太太 對右到中間 推啊 回到中間 山道士接應 李劍某在這邊呢 就要空曬的 還有一個後上的邱建威 高峰波呢 我看沒有什麼好處啊 巴貝尼 拖回右腳 斬回去 沈國培已經摺了 但是比呢 是范之毅 頂出了他的底線 范之毅的頭腿挺好的啊 除了呢 是 各球開出助攻呢 得米之外呢 在防守方面呢 他幾乎也是頂了的 歐采良 在這場賽事裡面呢 是正式是接這個呢 是全中波 那麼打到下半場的 第17分鐘呢 才是正式見他呢 是拉了個橫邊波的 就是這個了 就是大家在螢光網看到這個了 那可見呢 就是香港隊的底線球呢 幾那麼少啊 黎兵 跌在地下 好啦 這個球要吹佛了 吹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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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來講呢 就 麻煩多少 因為呢 是彭偉國行的 這個位置行的 射到的 那麼另外呢 馬鳴宇宜都很夠腳力的 這兩個呢 分別效力呢 太陽神和廣東宏苑的 球員呢 這兩個都行的 那麼啊 馬鳴宇就走開了 反而見到呢 郭海東就走過去 那麼就不用說了 處理一定呢 由十抽的彭偉國呢 處理的 他自己射啊 哇 好球啊 這個球救到了 救到了 角球角球 這個球呢 這個球呢 是陸嘉明救得漂亮啊 減少失球數字 中國隊呢 換人了 十七 十一號的高峰匯備調出 由呢 七路的宿茂遵 這個空中霸王呢 入梯 高峰呢 不可以在那裡出啦 要他走回中場先 要走回中場出的 搞定 球證呢 有他啦 那宿茂遵益 都入了去 即是說呢 在高峰方面呢 又多一條大站啦 四個高度平排 勇過去 林維玲頂出來 李鴻坤呢 搶到 最後一拍 香港隊的界外球 這位呢 就是李鴻坤 剛才殺上來的 助攻上來的 陸嘉榮剛才撲那個球呢 好厲害的 因為那個球呢 是省眾人呢 改變少少少方向的 那也都是因為省眾人的 力度呢 是沒有那麼厲害的 我們坐慢鏡看看 那彭偉國 17號那位 就是啦 一開始的時候 看這個球呢 剛剛好呢 是扔中了林兵倫的頭 剛剛改變少方 但是比陸嘉榮一樣 夠到啊 看這個球呢 一飛過來 一中間呢 幸好呢 他剛剛差過 這邊的手差到而已 如果不然呢 就2比0了 這位就是彭偉國 那剛才他四個球 就真的很漂亮 陸嘉榮不錯 這場球真的打起他了 無論是信心啊 各方面都有了 好啦 中間的一輪混戰 哇 很瀟灑 現在看中學隊 這樣 這樣 慢慢呢 在中間呢 這個姜豐呢 就太慢慢 給了一個雷 這邊 彭偉國 遇到這個林兵倫殺出來 那個球呢 也是撞出來的 那林兵倫呢 就 也都很努力的 但可惜他的球呢 跟陳子光不同 陳子光呢 你放多球呢 他直接推進去 這邊看啦 林健明看光動 曾偉忠的教練呢 就站在那裡 鄧家榮另一個領隊 電話報戰果 現在告訴人 香港都暫時輸一球啊 好啦 現在看這個賽事先 街外球呢 就遲遲未扔進來 這個藝群呢 就 號稱以下 想給黎兵 那就沒用啦 被林兵倫切到 咬出來 這個球就送給你 包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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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前看後 沒有人啊 控過邊啊 沒錯啦 你給大傻 大傻這個 吳振聰呢 又很飄貴 剛才看他打左閘 現在又慢了 這個球給郭海東 又慢了 郭海東看著你的條路 這位就是 郭海東 就是山東人 不過現在 他是效力八一隊的 你見喔 一扔下來 你看看這個 姜豐和這個 山道士呢 就是大人 大人國與小朋友 啊 山道士逼過去呢 真是 到的是 他頸了 不過這次呢 就啊 剛才說不對 大人小朋友不對 啊 還呢 大家看看 你看看 一扔下去 就用手就不對 其實呢 這個球呢 姜豐呢 就不需要的 吃著他的位呢 山道士怎麼掃不到你啊 啊 這個時候呢 球米呢 拍了獎啦 因為呢 香港隊呢 也有一個叫烏的機會 看看李劍和呢 處理程怎麼樣啊 中加山道士呢 走過來 哎呀 這個球 哎呀 為什麼沒事呢 因為當時呢 其實球證呢 還在處理著這個人場啊 叫這個李鴻鈺和這個 排位角退後一點 所以開出來呢 那個球沒用啊 雖然呢 有球員接了下去 不要那麼緊張 以為呢 中國隊是犯手球 你以為他真的傻嗎 啊 這樣接出來呢 就是這樣開 球證呢 就啊 這個小川傑實呢 擺定先 再叫你叫我利哥 這一下呢 真的啦 一開 哎呀 頂到啊 巴貝利頂到 但是可惜 這球頂到呢 就是出了去 但是這球球證說呢 最後足球呢 應該是中國隊的 應該是中國隊的球員 我們看看慢鏡是不是了 一開了 巴貝利呢 衝上來頂啊 整堆人撞 不過球證呢 這個是中國隊最後足球 所以比國球啊 國球呢 看看山道士 巴貝利兩個企圖 啊 兩個人的 合作 看看怎麼開了 通常是踩定一個踢 其實呢 這個兩個人開國球幾好的 因為呢 你擺定呢 這個一出的時候呢 哎呀 看守門前勾翠良拿了 其實呢 我覺得呢 香港都開這國球 其實都更加急一點 因為呢 你一開的時候呢 那個後上後面呢 就是剛才比如巴貝利 巴貝利這個情況呢 他可以不開出來住的 他看的形勢 推翻出來都可以的 但是呢 香港都是呢 幾次都是這樣直接出來 浪費了這個意義 那麼很輕易呢 比守門員呢 是拿到的 你這樣斬出來 你跟球員斬出來有什麼分別呢 好了 後面呢 歐維倫都回來頂球 歐維倫都頂了 歐維倫 那邊呢 歐維倫一猜過來呢 越位了這個球員 見到這個彭偉國呢 已經是跌到越位了 歐維倫了過來 那沒有用 那這邊呢 看到龐正呢 止了啦 那時間呢 22分鐘了 22分多了 現在暫時1比0 我們希望香港隊呢 是可以呢 追溫成平手 當然最理想了 但是呢 現在看到了 22分呢 但是呢 其實以今天的表現呢 我覺得呢 真的呢 是已經比我們賽前一般人 想像呢 是更加理想的了 已經是 好了 那看看陸家榮這個球開來中間 林慶倫是頂不了的 那麽拉著人家 但是呢 中間差一輪呢 又是給中國隊控球腳下 再轉過來這邊 馬明宇看一看 看看怎樣 壓級 馬明宇很強快 再給他長線 扯他這邊呢 看看 戴督拿不拿到 壓痴痴到來 面對陳偉智 陳偉智吃了他的位 依然呢 出手啊 陳偉智呢 用手拉他啊 如果不用手拉 就被他壓了下去 那麽球證呢 亦都給了個王牌 陳偉智啊 這個球呢 陳偉智都聰明了 如果遲一點做決定拉他 進了禁區的了 你看看 蓋東 給你吃了個位 看得不看得到 再追回來呢 仍然過回來 陳偉智呢 拐拉他啊 慢鏡看得很清楚的過程 那麽這個球如果拉遲一點 進了禁區拉 就閉加火了 好了 這個球呢 又擺定了 那看看是怎樣呢 在邊線來的 這個球呢 啊 范仺是走上來 看到啦 這個球呢 李健和回來呢 批開了球 這邊呢去不到啊 又被李紅軍呢 拉回馬明宇 歐慧倫都去了 姜豐沒有了 姜豐一送過去就送失了 這個球完全出界 陸家榮慢慢來撿球 打到下半場的24分多中 1-0 白衣的中國隊領先一球球 由范至毅頂入 現在看到鄉隊審議員陸家榮 準備自己開球門球出來 陸家榮這幾夠腳力 放生球和開球都很好 一路都 這次挖得挺漂亮 後面那個頂到 黎兵一拿球 然後飛仔亂加一腳 最後李鴻君頂出 歐慧倫頂給山道士 又一頭頂給林慶倫 左邊有巴貝尼 沒錯 果然給巴貝尼 巴貝尼帶鬆他 扣過來中間 歐慧倫 右手邊有丘仔 原來他給了山道士 後爭座 巴貝尼又不回意 最後被魏群大腳 是解圖 顧錦輝一個倒掛 掛過來中間 審陪 頂一側 側過來這邊 顧錦輝浪勁的球 再給過來右手邊 邱建威 好了 給前面 李建和第一時間 把球撞到入鍵 給了山道士 山道士的假動作景 又給和仔和仔 撈過來中間 邱建威 一撞 就撞到徐雲的背部彈出 現在 歐慧倫把球送給劉武慶倫 林慶倫盡盡 死了 現在和彭偉國兩個鬥 林慶倫在後面 出波小巡 凹掉了彭偉國 球正是吹罰 是中國隊的 一個自由球 看看 林慶倫自己脫了腳 被彭偉國一撕 勾位 這個彭偉國撕了個位 林慶倫勾跌了彭偉國 因此被吹罰 好了 發開的罰球 開出之後 現在見到 李鴻君先拿著球 先 左腳 給他前面 哎呀 兩個鬥 20 位 最後呢 就是 吹罰這個 馬明宇 馬明宇 撞開了 邱仔 頭正吹罰馬明宇 邱仔 把球放好 立即開 開了給歐慧倫 又是給回 邱仔 再一個高球 好了 送給巴布尼 接近底線 落不到 唯有得住對方 最後對方 馬明宇把球給了 這個就是姜豐 姜豐 被合法戰毅 正前 這個回傳大力 九頭 陸家榮出來禁區外面 撈到球 立即地球 左手邊的千仔 千仔 整個地球給李健和 李健和拿球 後面有人逼脫了 彭偉國現在拿到 通過一個千仔 殺到最後 千仔素把腳 把球突出到橫邊 中國隊的魏群 不扔界外球 一扔就扔到前面 這個宿茂樽 進來之後 都不見他有什麼球 現在才見有球 現在才見有球 鬥過扣 犯規 這個宿茂樽 就犯規 推脫了顧錦輝 香港隊的佛球 下半場打到27分鐘 13個中國隊 仍然是1比0領先 除了領先一球球之外 在德式球裡 有兩個 教街的德式球裡領先 因為入14球球 香港隊入12球 大家都同樣失了1球 顧錦輝 哎呀這個球 庫山道士不到 好彭偉國 第一時間按下球 江峰再度回到後面 慢慢來 現在就 馬明宇 看到右邊有人走 立即長傳 扯過來右手 幸好林匡倫回來 夠隔 一頭頂到前面 神培 神培得住對方 自己 但沒有人 逐階 現在扣回頭 看到巴貝利 幫他手 立即被巴貝利 扯過來這邊 優仔李健和 轉方向轉過來 看看和仔如何 優仔又捲 走位 扯到對方 撞一斬 轉過來中間 喂喂喂 彭偉國 右腳一浪 左腳轉身 解圍 三對死 張國保後傳 給了古錦輝 古錦輝 右腳拖左手邊的超仔 陳偉超 戴順 給誰 給巴貝利 哎呀 五會 和陳國培 兩個五會 最後被徐宏 截到 宿茂章 把球撈回 來中間 哎呀 這個直線是怎樣 穴位剛剛被龐正看到 這個凱凍剛剛突出了 穴位之下 吹脫了中國隊的一次攻勢 顧錦輝急急開這個 自由球出來 開了給邱建威 好 一個單檔讓給山道士 沙律師 地球在前面 哎呀 包貝利滾到和仔 和仔想不到 好 陳寶包回位 又拿回 哎呀 在後面呢 就 李宥彭偉國 在後面呢 整個呢 弄倒了陳國培 球證了 吹拔 太遠了 離門太遠了 直接射的機會不高 看看有什麼辦法 阻止攻勢了 看看包貝利想射都未定 不知道是不是 不過很遠 我都說他射了 這個球 看來他是想射的 太遠了 這個球就算射中了 路程太遠了 歐彩良大有時間 移位就是足球的 太遠了 離門成四馬 三十幾馬 看得慢鏡 這個球也是射高了 剛剛是越來越去 下半場的質問三十分鐘了 仍然是一比零的紀錄 中國隊領先 香港隊沒有後貫之憂 因為是最不幸的事實出現了 落後一球 這個後防方面 現在都不需要打這麼多人了 往上一點 倒不如放手一搏 更好過了 打貝利 這邊是空曬的 有健衛拿到球 和仔要他給球 但是他給山道士 帆志毅也是包到 這個球會流出底線 相信不會像剛才 江峰強硬撞開 山道士的粗魯動作 出現了 這麼不智的動作出現了 中國隊現在就換人了 六號的 墮後中鋒黎冰就被換出 換入十四號的李明 李明就是遼寧人 效力大連的曼達 在對上兩場 對澳門和菲律賓的賽事 這個球員都有踢的 凱特不好 這個球狗阻量 林永倫解圍 剛巧落到李劍和的腳下 反正位撐出來 哎呀 通坑他不行 這個球撐不撐回來 李鴻冠 過頭 線比彭偉國 現在就是形勢上 在左邊去 好耶 郭錦輝就是 眼都幫這個出界 看見江峰上來接應這個界角球 李明包過去 但問題轉不到身 再送進去中路 吳振聰頂出來 江峰原來都在後防位置 那裏 范之毅 徐宏就最舒服了 今天這場球 中國隊的球員最舒服了這個 還有一個 當然是歐楚良 歐楚良 歐楚良只是接過一次球 李明 好 在後面剷到 球證認為在後面剷球了 岑國貝可能會被球證警告 我看到有人想拔 沒有 口頭警告 在後面剷球 通常來說 現在球證都很多都要罰 輕則罰球 如果嚴重的話 就是黃牌 甚至紅牌 都可以的 在後面籃球 林慶倫頂到 這下遠射 會不會射呢 真的射過去 藝群真的射過去 這個球員 開球之後幾分鐘 已經背了一個黃牌 打到下半場 這段時間 都沒有其他過火的動作出現 凡是球員 在球場比賽之中 拿了一面黃牌之後 他下去之後的比賽 會檢點一點 動作方面會檢點一點 否則很容易 只是打少一個 打少一個 下半場的33分鐘 中國隊領先 1比0 其實中國隊領先 和打和 都是一樣的 結果都是一樣的 都是去阿聯誘 打這個決賽州的 香港隊的領導層 看來都是沒什麼辦法 可能呢 鄭偉忠會向這個領隊 解釋 為何裡面的球員 會這樣排位 站位 或者 會作出第三個調動 都不出奇的 大家不要誤會 歐偉 解圍了出來 反正 反正 又是歐偉 但是呢 馬明宇搶到 好 右手邊還有一個 這個才危險 魏群來的 射過去 好 打高了 那 我想 一百個人之中 有九十五個都以為 是魏群 會在底線 把球斬進去中間 怎知他竟然射 那如果呢 陸家榮都是這樣想就死的了 他當然是移出兩步的 這個球就對了 看完 有他的頭頂的入 幸好陸家榮呢 都是 留一點保留 不要勒不切地衝出來 以為斬中就死了 這個球是二比零 喂 仇志強的徒弟來的 沒那麼差的 這個球真的 沒有走出 接著又是 一個手槌 打高了 那陸家榮真的搶鏡 打得 這邊呢 馬明宇 另一個很搶鏡的球員 一支接到中間 哦 一頂頂到 這些球呢 仍然是見到 是宿茂津 六隻二戰的球員頂到 這個時候呢 見到香港隊換人了 韋君龍呢 就入場 舉十路牌 換神博培 那明顯看到呢 即是說呢 香港隊要加強前鋒的攻力 那也都 大家知道他的形勢 打和又是輸 輸一球呢 又是輸 打和就輸不了 所以呢 就換了龍仔進來 那希望龍仔呢 有些好的表現 那韋君龍呢 現在在過去的賽事 在第一場有兩個進球 兩球進場 好了 一出來就馬上出球 給龍仔 但是沒有樣子 這個球呢 哇 龍仔都幾難 這球呢 波還沒踢到先踢腳 那球證就吹罰了 會不會出來第一腳 沒事 這些球證 沒有給牌 那龍仔呢 這球去得很勇 那一腳呢 是拉上去的 那球證呢 就吹罰算數了 沒有給牌 那先擺定那球 那現在暫時1比0 剛剛見到 招職呢 就是教練呢 和這個領導層呢 不斷地研究 如何布陣 如何邊陣 那終於傾了一輪 換了韋君龍 這球呢 這球呢 歐慧倫有少許勇人 但是不要緊 後面去到呢 仍然被他退回來 歐慧倫呢 仍然拿到的球 中間打一打 給回來這邊 超仔 超仔很耐力 今天招職都打得不錯 給他來這邊 林英倫放啊 推來啦 但是他遲遲都不推下去 終於選了短球 給這個 包括再撞給陳偉超 陳偉超 送來中間又如何呢 整堆留在中間 彈一下彈一下 又落回這個 彈偉各腳 陈偉各腳 輕輕的送過來 給了宿茂俊 宿茂俊呢 就一直去一邊看 那看怎麼知道 自己推牌 選擇推牌 起到腳啊 好久了 顧文輝壓著他 顧文輝很老啊 如果顧文輝標他呢 就糟了 顧文輝一邊吃著他的位置 這邊又到這個 邱仔拿到 給了三道士 三道士可能給了邱仔 沒錯 給了邱健威 邱健威 兩個假腳之後都要給了三道士 三道士 起碼呢 現在又去不到長球 給巴布里 巴布里又給了邱健威 哎這個球倒後不到廢 給了雷龍軍呢 直接球都折慢 好 吳震聰 踩回給三道士 三道士給巴布里 巴布里 給和仔 和仔給回三道士 有機會起腳沒有啊 有機會起腳 但是呢 這個球就沒有機會啊 這個球呢 我們明顯看到呢 三道士的狀態呢 就是跟他 顛峰的時期 或者去年這個王朝杯的時候呢 都是有一段的距離啊 不適合就是不適合 這些球呢 以前的三道士 這些球都幾個把握啊 起碼呢 在中龍門的範圍 這個球其實都幾少射 一 他踩一踩 就算腳的啦 周圍都沒有人過來抹他 但是這個球也是吃死了的 歐錯良呢 就 這個山道士啦 歐錯良呢 開了球在中間下的時候呢 這個球正吹發 吹了一個歐偉倫 因為歐偉倫呢 在這個彭偉國去的時候呢 就找手拉一拉他 歐偉倫呢 今天呢 哇打到滿頭大汗 這個彭偉國呢 就相反呢 似乎比較輕鬆一些 那就是中國隊呢 整班是猜著想猜著踢呢 就 那個節奏感呢 強很多啊 不同這個香港隊呢 因為經常要防守啊 哇 個個撲到呢 是癡了線的 好啦 在邊線 李明呢 李明縮在中間 宋茂瓊頂啊 這個球 哦這個球好彩呢 又是這個 顧鎮輝呢 在這裡吃著的位子 那麼球正呢 就說這個球顧鎮輝呢 頂了這個球出界 這個球如果不是顧鎮輝揹著的位子 大家重慢一下看看 李明一出的時候呢 顧鎮輝揹著的位子 宋茂瓊在後面刀的了 這個空中霸王呢 哇 不斷地拆下來 然後呢 顧鎮輝都衝前幾步啊 唉認真樂力啊 顧鎮輝今天 好啦 又割球了 留意看看呢 范正藝在哪先 范正藝沒有上到 在留在中圈 前面呢 只有一個 裡面呢 見到宋茂瓊在那裡而已 好啦過來這邊 顧鎮輝給李建和 李建和呢 推下去了 唉 邊線 一腳上 被穩包背來 唉這個球沒用啊 齊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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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宏這個球 看著他不用踢你 不用之前過來踢你 預測他拿不到球 一移球已經脫回 可惜他最終再阻止攻勢上來的時候 那邊線呢 這個球出足了 五分鐘 五分鐘啊 五分鐘啊 這個啊 聽到周慧忠所說啊 聽到球員拉五分鐘 提醒他們 那其實呢 作為教練 我相信周慧忠應該滿意呢 今天香港隊的演出的啦 啊 可以呢 就是如果 集訓的時間長一點 啊 準備功夫做得好一點呢 可能效果更加好都不頂 好啦 呃 韋君龍呢 回回頭 那後面呢 回傳回顧鎮輝 再給你吳震聰 邊線有陳偉超 啊 就這樣上的啦 給陳偉超 那麼中間呢 包裹他們走過來幫忙 林慶琳在邊線 林慶琳總是呢 不敢推著那個球 不敢下去了 在中間的比 好中間這邊呢 不敢推著那個球 不是第一次了 發什麼事啊 啊 這個球呢 給這個姜豐演表演 一搓一彈 落出來邊線 啊 啊 宋茂春 斬過頭就糟了 啊 真是鬼人控到 幸好吳震聰回來幫忙而已 啊 不是女兒女兒呢 郭海東有機會的 好啦 好了 林慶琳 在中間拿到球 不知怎算好啊 啊 好幸好 終於看到這個李健和 李健和 看一看前面呢 又不夠 不夠球員 唯有了 局長他沒用啊 這些球給這個范戰 是表演的 好啦 中間呢 又到馬明宇 宋茂春 馬明宇走回位 他又不給喔 他拖回中間給彭偉國 彭偉國推推 看看先 送過來這邊 郭海東 進了禁區 剛剛現在呢 是有禁區邊 一送出來呢 撞到了 吳震聰 就四圍找個球 那郭海東說那個球在這裡 拿回啊 好啦 這個球以為呢 這個 排位國內會在倒掛 那看到他撞一勢 好像被人撞回來 林慶倫 加回後面 山道士 巴貝尼 最遠有這個李健和 他比不到那麼遠 唯有呢 比近一點 就送過來 邱健威 邱健威猛地看遠啊 拼命呢 打上去 歐慧倫上去打正中風 姿勢 但是呢 波還沒碰到啊 李健和 韋君龍 撞不撞場給他呢 這個球呢 他想就想回回李健和 但是可惜是回不到呢 糟是糟在 看到知道 但是做不到 那麼相反呢 這個 中國隊又拿到了 李明 李明去年來香港打賀水波 他也有來的 好了 中間呢 到這個 江峰控制灣節奏 轉方向過來 入不入到呢 馬明宇 馬明宇這個球 如果被他拿到呢 就糟了 好了呢 這個邱健威猛的球 閃了下去 那現在呢 現在的時間 已經是40分鐘了 那真的呢 還有五分鐘就完場了 但是呢 香港隊呢 還是一球落後啊 好了 現在中國隊呢 還逼得國球呢 有國球呢 就吃虎了 那些高大的球員呢 就是 制空拳 好些啊 那麼 他們贏一球球 一比零一球球 都是頭錘 是頂入的而已 對不對 馬明宇 好耶 陸家榮出光了 陸家榮出光了 陸家榮出到 接近十二碼點呢 就沒收了這個球 然後放了高球出來 又被對方呢 這個呢 就是范智毅呢 就炒我了 跟著呢 魏群呢 給過來 好耶 現在彭惠國呢 拿到球 好 回送回呢 給這個李明啊 李明啊 底線出啦 哎呀哎呀 你不要嚇我啊 第一個呢 飛仔麟呢 就漏油 在正中間的 吳振聰呢 就解圍呢 機會呢 擺烏龍 最後呢 炒高了個球出來 右角球 看看呢 慢鏡了 飛仔麟呢 漏油啊 吳振聰呢 補一個解圍機虎擺烏龍 幸好呢 炒高了個球呢 就輸了個角球而已 那角球又危險了 又由彭惠國呢 就準備開進來 這個角球啊 看到郭海東呢 在中間的了 還有一個宿茂樽呢 現在軟一點 包回軟位 哦原來宿茂樽頂啊 現在一升起頂 嗯 不是攻不換的 是想頂在中間 但這個球呢 還未出界 陳偉超呢 先拿回來 爭取時間啦 就有3分多4分鐘 比喉 不用得手啊 用腳啊 陸家榮啊 掘起了個球 歐阿倫頭上一批一批 這邊原來沒有人的 益勢了 李鴻君呢 現在李鴻君呢 踩下了這個球 剛剛 剛剛呢 郭海東呢 這個球 剛剛突出了多少 郭海東越位之下呢 就 香港隊的自由球呢 現在郭錦輝呢 擺定了 準備開了 撥橫給吳震聰 再撥一腳過來左手邊 給超仔 陳偉超剛 打得不錯啊 哎呀 這個球呢 還好再呢 撥回來 撥回來之後 直線呢 飛仔鱗壓力多少 給徐宏呢 一包過來 哎 李劍王一撥 徐宏又捉回到前面 現在包背利呢 拿到球給左手邊呢 給了呢 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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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中間 又被攻風呢 撥出來 一股感輝了 哎 扶拚了 好 立即來一個反撥 看看這宿茂遵又如何 現在衝仔呢 戴回來 輸了 機梅師 這條順 救揮一命 這個球很陰啊 掃把腳一擦呢 中柱呢 是彈出了 看看宿茂遵這個球呢 叫橫避過吳振聰 掃把腳一擦 局剛剛中柱呢 彈出了 還有一次,這個角度看了,應該更清楚了,右腳一叫,寄過了吳震聰了 一刹,中柱彈出了,幾乎輸多了 好,仍然中國隊有很多攻勢,這次是彭偉國拿到球了 右邊有人走他不給,他寫完中間是真的 郭錦輝貪了盡力的腳,把球攔過來這邊 超仔馬上給過來,丘健威,丘仔又怎樣呢 戴了一程,找人幫了,局派不行 幸好丘檔讓給菲仔麟,一彈彈前,李健威,撞回後 菲仔麟走過來右邊,似乎不合腳 對啦,鑑操來不行,李鴻君,厲害 坐下來撈到球,現在是,姜豐拿不去 先回後,范志賀一個直線,給彭偉國,彭偉國 脫開,有人補回個位 還有呢,凱東補回個位,拿到球來這邊 現在呢,姜豐拿到了 一比,沒完位,輸得過輸,爬出來,爬啊 啊,輸了,沒完位啊,最後呢,被這個魏琴弄多顆 都沒所謂了,莊園為失敗之下呢,被魏琴射成2比0 都沒所謂了,輸一顆又是輸,輸兩顆又是輸 和都不行了,輸一顆都不行了 來,看慢鏡這個球,莊二位失敗啊 沒有業位啊,被魏琴呢,一避,避過了這個陸家榮之後呢 慢慢呢,是探入空門,2比0呢 中國隊呢,兩球球,應該呢,可以出線了 中國隊,兩球球在手 好,好,吳振聰拿到球,彈過來這邊的優仔 來,看看慢鏡,探入空門的慢鏡這個就是 給魏琴呢,是,替祝國隊呢,是增添紀錄 哇,大中夠的啦,現在球證呢,是保時當中的而已 好了,超仔,帶了一程,包貝利幫他,秘之力拿到 又要給回了,超仔,看怎樣 左腳一彈,又被李鴻君殺出來,撞高了這個球 超仔搖過來中間,包貝利兩個鬥穩,李鴻君 找得快點,嘩,精啦,這個球呢 是,范志毅呢,先給回後先,跟著呢 徐宏呢,探過來這邊,馬鳴宇,贏啦 兩球球在手中,應該沒問題啦 夠中啦,現在都在保時的啦 只要控球在腳呢,就是虛擬了多少時間 應該就是2比0的戰果啦 李鴻君,橫傳過來,馬鳴宇,跟著呢 給叔茂春,叔茂春是一彈一彈過來 郭海東第一時間呢,撞過來這邊啦,給了馬鳴宇 馬鳴宇呢,避過呢,顧錦徽 不是,拉了,顧錦徽出術啦 剛剛在禁區國那裏呢,就用手呢 是拉掉了這個馬鳴宇的 那還有一個佛球呢 沒所謂啦,2比0應該是夠的啦 看看怎樣拉掉啦,這個慢鏡就看到啦 連氣呢,兩三次呢,是拉掉對方,因此呢,是吹罰的 好啊,這個佛球呢,都不用開出來了 球證就已經明夾啦 90分鐘的賽事打完,中國隊呢 以2比0呢,就是贏了香港隊 那就是說,出線的呢,就是香港隊啦 不用說,出線的呢,就是中國隊啦 香港隊呢都... 這場球可以說的話呢,盡勢最大的努力啦 沒得說的啦 阿叔,阿叔,有一樣東西想問問你啦 剛才阿石仔問一下,訪問一下余錦基的時候呢 余錦基呢,就問了大少爺的問題 不過沒有時間給大少爺的問題 我想你答一答啦 香港打成八個外援那麼多,你香港球員怎麼搞啊 那是啊,現在組成的香港隊呢 很多呢都是沒有機會出場的國屬會的後備球員來的 那沒辦法啦,你香港的足球的賽制 是容許那麼多外援容勒在球隊裡面 這個一早就已經知道的啦 臨時你要做一隊香港代表隊呢,當然不用得外援 不用得外援呢,要用回本土的土炮所謂 土炮呢,在整個球櫃上陣的機會不多 他有什麼沒辦法給機會呢,他上陣呢 是磨練他的技術 林吉林王抽出來,又加上一個集訓又不足啦 這個賽事之前有一些風風雨雨 那都總算是這樣的啦 這場球呢,香港隊有交代的啦 中國隊出線很合理的 因為呢,三場賽事呢,他都能夠擊敗對手呢 那麼,出線的 而且在塞球方面呢,也是四支的參賽球隊之中呢 是一個的 那麼,最後這個第二組的總成績呢 就是中國三戰三勝得9分 香港呢,就贏兩場就得6分 那麼,第三位呢,就是澳門 澳門在今天的聚幕賽之中是擊敗了菲律賓的 那麼,老實說啦,香港今時今日呢,很多時候呢 對波士忍八個球員,八個都是外援啦 出場的球員有五個呢,其實這個是制度上一個錯誤啦 那麼,即使我們在來界撤銷了所有的外援呢 香港隊的水準也都需要一段時間才可以恢復的 這個是時間的問題呀,是急都急不來的 那麼,但是事實上今天香港隊的輸呢 也都是輸得很合理的 我相信香港的球迷呢,也都是 就是,我覺得很同意今天香港隊的表現是好 但是呢,因為你那個級數和勞力來的訓練 準備各方面呢,都是在人之下的 所以輸呢,我覺得輸得很靜勞 不過呢,就是要給一個警號這個香港的足球圈呢 就說,其實我們香港是有這樣的質素 有這樣的球員在的,可以打得好些的 可以打得好些的 那只不過是問題呢,今次我們的備戰各方面出了問題 那就是說呢,如果我們重整軍庸和再將架構和制度方面 可以有得更加好,力球完美,再改得好些的時候呢 我相信呢,香港的足球呢,絕對是有希望 剛才我們看到中學隊那麼強當中,香港也打得那麼好 雖然輸球,但我們不應該覺得是一個很不高興的事 談何容易呀,鍾仔,你要改變香港足球的架構 有人正在改我現在,有人說要改 談何容易呀,我們當然是希望 這個是對香港足球推動的原動力來的 但是談何容易,你要改變整個足球架構 時間呀,阿叔,革命需要時間 其實呢,今天呢,我們也是很欣賞香港隊的鬥志 還有呢,香港隊的部署 那麽特別在防守方面呢,他們完全做得非常之美滿 那麽如果不是呢,因爲范智英的頭脫這麼厲害的話呢,我看呢 雖然今天,我們不敢說香港隊可以再次重演519的歷史 但是,在這個逼和對方方面呢,在這方面 香港在各地的排位,甚至評價方面呢,都會多了很多個分數的 那麽今天香港隊呢,雖然最後最後都是輸2比0啊,不過無話可說啦 那麽上半場呢,事實上香港隊呢,打得很好啦 那麽防守的球員很努力 陸家榮表現都很出色 那麽其他的進攻方面呢,這些是通病來的啦 香港隊長久以來呢,他的功力呢,都稍然不是單薄多少的 那麽今天呢,有那麽多出色的球員呢,我希望呢 那些球會的班主呢,認真地給些機會呢,香港的球員 那麽譬如陸家榮這個今天表現那麽好的球員 如果他回到自己的球會呢,都是打了後備呢,就很可惜啦 那麽如果你說,我一定呢,他的信心是比外援打好一點 那麽你可不可以呢,是想一想呢,譬如借他給一些有需要的球會 給多些機會這些球員上陣 那麽呢,從而呢,是提升我們本地球員的水平呢 那麽記得其實呢,519我們說贏球贏中國 其實519當時他們都很多外援的,不過當時外援的水平又高些啦 那麽但整體來說呢,今天呢,阿叔 阿叔,還有少許時間啦,你簡單點和我們做個總結好不好 不錯啦,香港都雖敗猶榮,可以說呢,雖然呢,落後兩球球 但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呢,跟對方去周旋的啦 那麽而呢,中國隊呢,亦都不啊 刻意呢,很快地這樣,球勝呢,拿光彩呢 慢慢等機會,那麽結果呢,這場球呢,中國隊呢,2比0呢 是擊敗香港隊,好了,到這裏呢,我們在現場直播呢 已經告一段落了,多謝各位收看,再會